刘凯威曾在综艺节目中当众爆料 如果不是缺乏安全措施导致杨幂意外怀孕 她根本不会和杨幂结婚 从他们两人当年的交集也可以看出来 虽然他们之前合作过电视剧《盛夏晚晴天》 但是那段时间没有任何绯闻传出 而是在如意拍摄过程中 两个人突然走到了一起 这场恋爱来得太突然 太意外 人们不得不怀疑 这对演员夫妇是不是意外走到一起 但是从杨幂当时的名气来看 如果不是真的爱上这个男人 他绝对不会在事业巅峰时期结婚生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很可能这段婚姻从一开始 就是杨幂一厢情愿地用女儿来捆绑刘凯威 2016年 刘凯威和王欧搭档拍摄《周末夫妻》 狗仔对捕捉到他们进入同一房间 几个小时后 刘凯威才出来 从当时爆料的图片 就能看出来 王欧房间的灯是关着的 这个事件也被亲切地称为夜光剧本 经过这件事 刘凯威只能选择保住自己的名誉和婚姻 王欧成了最大的气儿 而且杨幂解释的时候 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那就是无论刘凯威做了什么 她都尊重刘凯威的选择 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 其实杨幂并不相信老公的解释 只是碍于面子 不得不站出来 她对婚姻现状极其清楚 很多网友认为 刘凯威真正爱的人可能真的是王欧 只是她和杨幂已经有婚礼和结婚证 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 事情发生后 她不得不和王欧分手 在整个事情中 王欧是最倒霉的一个 也有网友认为杨幂才是受害者 加上她现在已经有了孩子 可以说是很悲剧了 像刘海伟这种人 如果真的不想让杨幂生孩子 她可以直说 以杨幂的性格来说 绝对不会坚持 说到底 只是因为看上了杨幂的名情 你认为 刘凯威真的从一开始就没爱过杨幂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